那至少我认识焦之后 我觉得他有非常努力的在做改变 还有很努力的希望给大家一些正面好的能量 艺人梦耿如去年六月在丈夫黄子焦送医后 亲自出面向外界解释当下状况 如今黄子焦再度卷入儿童不养影片事件也发生 五号下午在脸书po文说未成年新议题事件 做错了该罚该承担面对无庸置疑 判决结果完全尊重司法惩处 针对未成年影片部分只喊三次真的错了 同时感谢认为黄子焦真的悔过的人 更再度替丈夫道歉 文章一出不到24小时涌入近7000则留言 除了加油更多的是骂声 对我来说真的很复杂 真的非常的非常的挣扎 随堂去年七月出席活动 对于好友黄子焦又盛卷入meToo风波心情复杂 如今又有这一桩 他评文黄子焦和其他论坛成员 都等同支持儿童色情邪恶交易 宣布未来不再以任何刑事参与 和对方有关的演艺工作 杨绍惠也怒 自己有恋童癖 有家人 妻子甚至立挺 因此并不认同 只是过往画面也再度浮上台面 黄子焦2017年曾主持 孔刘来台记者会 但孔刘2011年电影熔炉 当时还促成韩国性暴力收法 如今同框照被说格外讽刺 另外还有这段让网友看得目瞪口呆 来来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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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年前上综艺节目 跟小朋友时值仅够好几秒 主持人张小燕赶紧上前打断黄子焦 虽说当时可能只是节目效果 但现在看来网友直呼细思极恐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